Facebook是现代人必备的社交平台之一 也是提供现代人出发想法或者交流的网络平台 根据2016年Facebook给出的资料 每天大约有8000名用户死亡 相当于每小时死亡48人 当然,这个数字时时都在更新 大家好,我是希哥 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就是在Facebook上发生的 诡异事件 2014年,有一名网友Nason在Reddit网络论坛上分享了他遇到的怪事 他去世两年的女友 开始透过Facebook传递讯息给他 原来,Nason的女友Elma在2012年遭遇了一场惨重的死亡车祸 那时两人已经交往5年了 并且有结婚的打算 彼此都是对方最重要的生活伴侣 但是这场意外打碎了他们对未来的幸福想象 Elma走了之后,Nason伤心欲绝 他选择保留Elma的Facebook帐号 时不时传讯息给他 分享生活的琐事 告诉他,自己人在想他 爱他 就好像他从未离开过那样 但接着就在2013年9月4号 距离Elma死亡已经过去13个月 他的帐号突然有了回应 连续向Nason发送了好几个 Hello,你是谁 收到来自Elma帐号发来的消息 真是太奇怪了 好吧 如果你要和我谈论Elma 请用自己的帐号发给我消息好吗 Hello Susan吗 你现在登入的是Elma的帐号 Nason本来以为是Elma的母亲 Susan在无意间登入了女儿的帐号 才会发送了这样的讯息 但向Susan求证之后 Susan表示自己并没有使用电脑 更别说登入女儿的帐号了 难道是谁在恶作剧吗 会是Elma生前其他 精通网络科技的好友吗 Elma的帐号安静了下来 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再传讯息 久而久之 Nason也就没有放在心上了 但11月16号 帐号在此传来的讯息 而这次的讯息 开始有一些其他的内容 Hello 这个星期天我们去爬山吧 你到底是谁 The wheels on the bus 求求你告诉你到底是谁 Nason突然发现 Elma所传的讯息 好像都是从两个人 过去的聊天记录里面 揭取出来的 包括Hello 星期天爬山 而The wheels on the bus 也是过去的聊天内容 当时他们正在调论公路旅行 虽然两个人都非常期待 但最终这趟旅行 并没有去撑 唯一的事件仍在继续 2014年2月开始 Elma这个账号 开始大量在 Nason的单独自拍中 标记自己 好像认为 他应该出现在那个位置一样 Nason非常生气 他认为这是十分恶劣的恶作剧 有人利用他对Elma的思念 捉弄他 等这种标记 会在Nason的察觉之后 被立即删除 他每隔几周 就会标记一些照片 这段时间 Nason气导睡不着 他们的脸书共同好友 也发现了Elma账号的怪异行为 但他们有些人觉得 这一切是因为Nason太过伤心 所以制造自演的闹剧 更有些人觉得 Nason伤心到精神分裂了 所以他们甚至移除了Nason的好友 虽然Nason也想过把账号关掉 但是由于悲伤与困惑的心情 让他很不喜欢出门接触人群 关掉Facebook账号 就好像切断Nason 与其他朋友的连接管道一样 让他沉浸在失去Elma的伤痛中 无法痊愈 而透过Facebook跟朋友聊天 玩一些小戏 可以帮助他分散一些注意力 这个诡异的行为 已经快要把Nason逼疯了 但他决定继续回应讯息 看对方会不会露出迫载 并试着透过讯息 追踪传送的位置 2014年3月 让Elma的转号再次传讯息时 他假装自己已经崩溃了 让那些散布恶意的人 以为自己已经达到目的了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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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做 天哪 肉桂香味的蜡烛 下地狱吧 你为什么要这样 4月16日 他再次收到讯息 我们应该要做自己的果酱 Semensa 不啦 不一样 没有机会过去 没有机会过去 有多少 车库的侧门 我没有机会过去 这些讯息组织起来 都没有什么意义 就像之前的讯息一样 都是从Elma生前 所传过的讯息当中 截取出来的 但就算有这么多次的互动 Nason还是没有办法 追踪到这个骇客的位置 他向Facebook客服发送消息 要求查看Elma账号的登陆情况 查询结果让他毛骨悚然 Elma账号登陆位置 只在Nason会出现的地方 包括Nason的家 Nason的办公地点 以及Susan的家 而唯一有可能的Susan 总共登陆账号的时间 要仅仅只有3分钟而已 4月29号 Elma的讯息开始截取Nason说过的话 烤过了豆子抹在图示上 我不知道 我只说了Yo 去问Nason N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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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能这样做 拜托停止 拜托停止 我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Nason 我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看到Yo 去问Nason的时候 Nason突然感到头皮发麻 那是只有他们情侣之间才懂得烂梗 嗨客选了这句话 难道只是巧合 而最后不断重复的 我不知道怎么了 也让Nason开始感到害怕 难道真的是他 在传送什么讯息吗 但是 5月8号的讯息 才真正让人模糊悚然 我 我 -12 -15 我的毛鱼还在烘干机 可是外面好冷 真的好冷 冷 冷 Nason 拜托停下来 我 冷 冷 我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冷 Freezing 在他们的对话中第一次出现 这个账号不再用截取文字的方式传递讯息 而这些话让Nason做了很多噩梦 梦中Elma在一个冰窖一样冰冷的车子里面 整个人被冻成青灰色 Nason却站在外面一个温暖的地方 大叫的要他开门 但是他却怎样也听不到 Nason决定主动出击 他假装喝醉之后 才传讯息给Elma 因为Elma一直不是一个坦率的人 常常都是喝醉之后 才会向Nason撒娇 所以他常常假装喝醉 让Elma放心地撒娇说 我爱你 我真的好醉 我好想你 我已经他妈的不管是谁也在用这个账号了 我每天下班回家 每次都期待看到你坐在电脑前 事到如今 难道我不该习惯这一切吗 就让我往走的 与他之前的讯息相比 这似乎比较无害 这句话是从某次Nason试着说服Elma 让他去朋友家接他的对话中复制过来的 Nason回忆起发生意外那天的讯息内容 但是他以为他还活着时 传的讯息 嘿 在回家路上了吗 Elma 看他这讯息的时候请打给我 马上 我打给 他们跟我说你四点已经离开了 我开始慌了 我担心到胃痛了 请你 请你打给我 Elma Elma 接电话 车祸现场非常惨烈 Elma的双腿受到难以复引的伤害 就算他没有在那场车祸中上身 他也不可能再行走了 事发之后 Nason一直觉得很自责 如果他去接他下班 如果他能找一点传讯息 是不是今天就不会这样了 而这一系列的事件 让Nason开始觉得 或许是自己的执念 才让Elma无法安息 看到这些讯息 Nason最终决定把女友的Facebook 转成纪念模式 无论是谁的恶作剧 他都不想再追究了 一切能停止就好 但 就在收到关于走路的讯息一个多月后 Elma又传了讯息 嘿 在回家路上了吗 Elma 看到这讯息的时候请打给我 马上 拜托停止 我打给 他们跟我说你五点就离开了 我开始慌了 拜托停下来 冷 El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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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电话 我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冷 我好冷 显然 他重新编辑了事发当天 Nason传的讯息 在此回传给他 在此回传给他 到底是谁 有骇客这么无聊又恶劣 还是 真的是他 Nason觉得精神状态已经瀕严崩溃 到底怎么做 Elma才会离开 万分恐惧的Nason把这一年多来的灵异经验 上传到了Reddit向其他网友求助 而这也迅速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当大家正帮Nason想办法时 Nason又分享了刚刚的惊魂一幕 当时他正在回复贴文 突然看到Facebook的新通知 点开一看 果然是Elma传来的讯息 Nason上传了一张解图 是Elma传来的一张照片 而这张照片 正是从Nason房间窗外 往里面拍的照片 接着 他传了一句 好冷 Nason再也没有出现在论坛上了 Nason的消失 会这几时间带来更大热烈的讨论 但再也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究竟是Nason自导自己的闹剧 还是Nason被Elma带走了 男人 会在死后回来 加害自己原先爱的人吗 更有趣的是 网友找到了2012年的新闻 确实有一起在澳洲的车祸新闻 里面出现了Elma跟Nason的名字 时间与人物都吻合 但不同的是 名叫Elma的女性并没有死 反而是叫Nason的男性死亡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不要忘了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更新的通知哦 我是希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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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